我是全程参与我姐的人生 我去我姐的人生真的好 好怎么讲 好好奇幻哦 一个奇幻奇幻冒险之旅 所以我姐有在背后跟你讲过说 其实我不是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人吗 不用追究这种事啦 不是 我觉得就像她不太了解你一样吗 你看她也不会很了解你 对啊 我们两个是事实上彼此最了解对方的人 不可能 我觉得对 我觉得她也不会很了解你 对 你对个屁啊 你真是什么 可是你最常跟谁促苦 你自己凭良心讲 是你也没错啦 所以只有我知道我姐的 她竟然比你说出她才行 对 如果要问这世界上最了解大S的人是谁 绝对非小S莫属 相差快两岁的他们一起长大 一起读华钢艺销 一起进入演艺圈 熟知彼此的风风雨雨 在姐妹俩怀孕 结婚等 重要的人生阶段 也一直都是彼此的最强后盾 或许对他们的人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说到姐妹亲情 那绝对是世上少有的真挚令人羡慕 只要终对好在你 2005年小S结婚时 大S曾对徐亚钧说 如果你敢对我妹不好 我一定找人打断你的腿 是啊 轟了那么久的妹妹 怎么忍心让她受委屈呢 2013年当胖达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外借矛头全指向小S夫妻时 大S决定用自己的私事来保护妹妹 不仅传简讯向媒体求情 跟自爆可能怀孕一个多月 因为这说起来 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 很感动嘛 你一直逼我吃甜食和冰淇淋 不是 因为从小 我姐就是一个非常爱小孩的人 随着我们长大 然后因为我反而是那个 很不爱婴儿的人 然后结果我既然就率先怀孕 然后又结了婚 然后她就把我的大女儿 当成她自己的小孩一样 对 然后后来她就也觉得 不知道她有没有机会 遇到那个有缘人 可以帮她生小孩 后来她自己也找到 她心爱的人了 当然就是要以 拥有自己的孩子为那个 努力的目标 可是就偏偏她就是走得很辛苦 然后就试了很多方法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一路陪着她 然后看她吃那些苦什么的 她常常会在半夜跟我哭诉说什么 我觉得我此生就是没办法怀孕了 然后我就一直鼓励她 然后她也常常未见是落泪或什么的 然后加上有的时候发胖 记者就说一定是怀孕了 就是又要嫌她胖 然后又要一直逼她怀孕 说起大S怀孕那可是真的苦 从国内跑到国外 从中医看到西医 终于有了好消息 第一个得知的不是当时的老公汪小菲 而是小S 很多女生怀孕不见得就是 还可以留得住嘛 然后也不太敢跟我老公讲 然后就是那时候她好像正好也在北京吧 你又落后了耶 徐希弟 可是因为我记得好像她是先打电话 没有 她先跟她老公 没有 我拍照给我老公 然后我老公 徐希弟 妳就是 妳不重要啊 妳 沒有啦 很重要 然后 你听他讲啊 你听我讲嘛 妳就在他人生中没有第一位怎么样呢 因为我怀第一胎的时候 我第一个知道的人是他 今天没有要访问你啊 所以她是你第一个告诉谁 我真的是第一个告诉你的 因为我先拍照给我老公 然后他大概是在忙嘛 他就没有看手机 然后他就是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 回到家的时候 他看了 我说老公 你有沒有看到那个照片 他说没看 我说你看完再打给我 他就看了 然后他就打给我说 怎么了 我就说 他看不懂 对 他看不懂 我说 你看不懂吗 他说 看不懂那什么 我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这样照片都拍给他看 他一激动 然后我也激动 然后就你知道就太激动 就是宝宝就留不住啊 然后我就有打给他 还比较冷静的跟他 我就冷静跟他讲说是两条线 然后他就很激动 对 他就说两条线 我说 真的假的 真的两条线吗 我说 真的 你自己都生过 我不用认识要躺好吧 因为我是高龄产妇啊 他那个时候是年轻少女啊 对啊 我生的时候才二十 二十六耶 OK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哭什么什么的 就是全家人都好替他开心 在怀孕期间 大S的压力比起孕前不减反增 他极度担心胎儿会出事 常常自己吓自己 这背后其实是因为 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第一次做检查 有那个抽险 然后 现在讲自己的故事吗 对 可是是跟他有关的 对 然后我是抽血 等一下等报告嘛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那个医人打电话给我说 徐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报告出来了 你的小孩可能会 就是会得到一个很… 就是会是不健康的 我说真的吗 她说嗯 然后就请我再去做检查 然后我就立刻跟我姐讲 一边哭一边讲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我跟她讲完这件事之后呢 她就 她就做了一件很欠揍的事情 快一点 这件事是后来她怀孕之后 她才跟我讲的 她说 我跟她讲了这个故事之后 她就立刻跟她的那个神祷告 因为她祷告非常地灵验 是 她说她就跟那个神祷告说 拜托一定要让我妹妹 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是 她说如果 她愿意生这个小孩 是 就是让她来… 让她来承担这个时候 然后后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时候她怀孕的时候 一直自己吓自己 说她小孩可能不健康 我说你干嘛一直自己吓自己 你小孩就很健康啊 她在跟我讲说她许了这个愿 所以夕仁当时 那个阴影一直在你心里 一直在我心里 因为我许愿通常都真的满靈的 我都是用交换的 就像我当时用吃素交换 我妹娘的生命就成功了 是... 可是当初为什么 生出Elly来的时候 会是你姐姐带啊 因为她那时候问我说 你这话 现在刚刚那个眼泪 合理吗 面对自己的妹妹 大S总是愿意牺牲自己 就连当时不喜欢小孩的小S 怀孕时 她都主动开口 自愿当保姆 她问我说 万一我生出来之后 我不爱这个小孩怎么办 因为她当时真的很不爱小孩 我说那你可以选择送我啊 她就说送你 我怕我公婆会有话讲啊 我说不然你就让我带吗 就说我是保姆这样子 然后带到差不多18岁 你再带回家 然后她就说这个办法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她在 还真的呢 所以她在怀孕的时候 都是我去准备那些婴儿床 婴儿洗澡盆 什么都是我去买月 真的吗 她就是计划好一出月子 小孩就是送到我家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出月子 她家就是我大姐家 我妈也住在那儿 我想说那边人多可以帮忙 是 然后她一生出来小孩 就送到我们家来了 她跟我大姐还有我妈就轮流顾 然后就变成你的女儿了吗 我没有把她当作我的女儿 我还是让她叫我姨妈 那时候我妹抱着她 从车上 从车上我要把那个Elle 递给我妹妹 然后她就 她就不想给我妹抱 她就要给我抱 然后她就 就发出那个妈的声音 然后我妹就震惊停在那边就说 徐昕媛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你居然逼我女儿叫你妈 然后我说天地良心 我什么时候逼我她叫我妈 我都说我是姨妈 她说她刚刚叫什么 我说她又不会叫姨妈两个字 她就不小心发出妈的声音 而且她说不定是在叫你 然后我说你要反省… 她居然不给你抱 你自己想想看 你跟她相处的时候 今天真少得可怜 然后她那个时候 才开始决定要当好妈妈 就开始接回家养了 小S当然也是力挺姐姐 像2000年 大S与身世正夯的聚俊夜交往 恋情受到公司阻撓 不可以多说 粉丝矛头全指上大S 小S在节目上大骂男方 堂堂一个男子汉 有话不敢讲清楚 害我姐这个小女子要承担这一切 后来大S产后付出主持节目时 她为了缓解姐姐的紧张 不仅亲自站台 还送了有姐妹童年回忆的礼物给大S 这是我去巴黎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我看到的第一眼 我就想说 上面写了大S的名字 因为我知道大S非常爱她 一个兔子的头 哇 一只叫Nana 然后那两只兔子都非常的恨我 只要我一走动 她们就会摇我脚跟 因为她们却非常爱大S 大S是一个非常爱动物的人 然后你主持得非常棒 不用在那边穷紧张了 OK OK 这次姐姐与聚俊夜再续前缘 许多人认为很冲动 但小S可是全面支持 你说以她现在这个年纪离了婚 真的女性要再找到第二个相爱的男人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没想到我姐就这么幸运的遇到了 我觉得这当然是要好好把握啊 不过感情好归好 总是会有吵架的时候 2003年她俩吵了一架 隔天大S直接缺席live节目 让小S在节目上忍不住流泪喊话 今天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就是你的家人 世界上只有我们家的人 不会想要伤害你 会补顾一切对你付出我们所有的爱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牢牢记住这一点 香港歌手薛凯奇有首歌叫做《一起老去》 里头歌词写道 我们的心经过争执更靠近 这善变的世界难得有你 永远的我们是彼此最真的约定 大小S在互相争吵与互相关爱中一起走到现在 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无论对方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证明 彼此不仅仅是亲人 更是一辈子不可或缺的最好朋友